看这个故障好不好修 塞边里边有个小电机 带着下边的砂轮正反转 故障现象是 电机正转有劲 反转有时候没劲 问厂家厂家说 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它的控制柜在这 员工还说 这个电闸有时候也会跳 跳了以后电机就不转了 那这一路下边接的接触器 应该就是控制电机的 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先把电都关掉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接触器 测一下通断 与上面电闸通不通呢 是通的 这样就确定了两个接触器 就是电机的正反转 它一说这种故障现象 我就怀疑有一个接触器 应该是缺项的 就是三项电在运行的时候 缺一项电 同样的方法也得找一下 下面的端子排 哪一路线接的是那个电机 测的这一路 从接触器出来的 它是通的 再测其他的电机都不通 这三个线接的就是那个电机 让电机转起来来看看 集合了 直接测接电机的这三根线 电压 现在电机是摘掉皮带 没有负载 空转 电机的运行 赶紧测一下输出电压 三项电压两两之间 400V 这两个接触器 正转和反转都是400V 没问题 电压没问题 从表上看没问题 下面去掐一下三项电机的 每一项的电流 员工说是偶尔会跳砸 就是偶尔没有劲 有时候很正常 电流突然变成了1.7A 刚才是1.1A 这不正常 再测一遍 正转的电流 1.1A 很正常 看一下接触器反转细合 电流有什么变化 1.6A 反转它就1.6A 这个反转是转不动吗 不应该呀 你看 这一项1.7A 这个时候再掐这一项看一下 这是没掐好吗 没有电流 0.0几A 正转电流又正常了 1.1A 它缺项 可以拿万一表测一下 它没有零线 我这一个表笔插地线 另一个表笔分别测量 这三项输出电压 电压230左右 正常 再看这一项电压 160V左右 再看一下接触器上端输入端 正常 看用电压笔能不能测出来 电机正转的电压 电压正常 咱们常说220V 这样看这个电压有问题 看它的输入端 这个是正常电压 你看现在电流 没有 再看一下 输出 没插好 插好以后 127V 这样可以确定 它这个接触器是有问题的 要换接触器 得看它的线缺电压 这两个端子 一正一负 24V 24V的支流电压 另外它这个电闸 是带过载保护的 超过它设定的电流 它就会跳闸 点击缺项 电流会变大 刚才反转的时候 电流变大了 缺项 它就跳了 使接触器这一项 触点不好 缺项 用万一表测量 这两项之间的电压 才200V 应该是400V 所以说它是坏的 直接换 它这个还得买进口的 先临时从别的设备上拆了一个 熄合了 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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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就好了 你看转的有劲吗 电流 正转的电流 1.1 银板转的电流 1.1 刚才是1.7 刚才是没有 刚才是其他两项 1.7 1.7 刚才没有 1.7 这一项是 现在正常了 1.16 这正反都有劲了 好了 这一台设备维修完成 这还不能走 我以为要请我吃饭 他说还有一台设备不转 那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急急忙忙跟着小姐姐去休洗床 啥是洗床呢 洗床就是 这个就是洗床 不是洗澡的床 看一下故障 看一下故障现象 算是转 但是他 左右 他不走 左右不走 不走 不走 那是不想走 他累了 想歇会 走不走 还得看那个控制柜 我这左看 右看 上看 下看 看不懂 一脸懵 既然你不走 那我跑路咯 这想走 走不了 不许我咬你 狗都不让走 那么喜和 你应该是往这里 对 你摆一下 你摆一下 这种老设备还没有图纸 电路应该不复杂 打那个挡霸的时候 应该有接触器吸合 吸合以后 然后向左或者向右移动 左右移动是这两个接触器 这一个吸合 上面向左移动 这个吸合会向右移动 那就看它为什么没有吸合 吸不吸合得看它的线圈 线圈通电才吸合 这两个接触器的线圈 是互锁的 你看下这个线圈 通过了这个接触器的长臂 而这个接触器的线圈 又通过这个接触器的长臂 那就看一下这两根线去哪了 进了接线端子 顺着接线端子来找这个线 有线号 这个线进入了线管 顺着线管走 应该是进这里边来了 这个挡霸下面是开关 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触点 开关 这个线号就是接触器的线 左右打挡 接通和断开 接触器线圈 26跟29端通电 它就开始往这走 通电 接通的是往这走 也就是说 这个26是个电源 它有电 必须它有电 所以还得找这个26 为什么没有电 找到了线号26 不知道去哪了 可以看一下 打开线巢盖 捋一下这个线 26 是个短接的线 两个线头短接了 要不打开这个线条盖 还看不出来是短接 那看一下短接后 这个26去哪了 耶 这个线头被我拽掉了 它这个小线笔的压得不紧了 看一下这个线去哪了 到这来了 那就打开这个小控制箱 打开了 看一下找一下26那个线号 看一下那个线接哪去了 在这有个线头掉了 看一下这个线头 线号是25 从线笔的里边掉出来了 我估计把这个线头压上就好 线号25给26供电 25这个线头断了 拿26就没电 后面的线路就启动不了 那就开机试一下 这样修好了可以走了 狗子说别走 还不好 用螺丝刀一顶 这个开关是活动的 很明显是没固定好 套家 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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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反复试上几次 很好 这样都OK了 这样这个洗床 故障就排除了 想了解这种设备控制线路的师傅 您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电器控制线路 200多种彩图和视频教学 看一下目录有什么内容 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洗床的电路图吧 这里有机电控制线路 洗床 洗头电机控制线路 可能不太一样 洗床跟洗床还不一样 出来维修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设备电路 有可能测床 有可能洗床 有可能磨床 在这儿 它这个洗床电路和我刚才修的那个不一样 这是那一种 那一种洗床 这一种是 阻轴电机是立着的 双速电机 不一样 和我修这个完全不一样 机电电路 速控电路 浓机控制电路 包括布禁电机电路 四伏控制电路 还有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 直流条速 还有正反转 这边还有单向电机的控制电路 就是220的电机 各种控制 条速电路 再往上就是常见的三项电机 新山脚降压启动 双速电机 等等等等 常见的一些控制方式 再往前就是基础的 新手师傅可以从点动自锁 护锁开始了解电路 在后边还有PRC控制电路 变频器软起控制电路 低压配电线路 还有高压控制电路 照明控制电路 电器安全控制电路 后边还有 就是个电路比较全的一本书 在后边还有红外 火灾报警 煤气泄漏 水位监测等等 都是从基础慢慢的开始 比较好的一本书 它内容还比较全 而且可以带扫码看视频 它这个一部分带扫码看视频 各种向路图比较全的一本书 正版 出版社制发 把它放在了坐下 叫小黄车 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 好了 先这样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